大家好,我們今天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用傻瓜相機 我拍出很好的相片 因為現在傻瓜相機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不一定要專業相機 專業相機已經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裡面有很多解釋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些構圖跟拍照 怎麼拍比較好的一些主題性的東西 這張照片它是在講一個 一個東西它的利用它的一個重複的模式 那你看這裡面有的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又有一些變化 那這樣就可以拍出一些生命 因為大自然版就是 你看每顆葉子長得都不一樣 但是都很像 它人遠遠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但是其實就都不一樣 那麼再來另外一個的話 你可以就是利用東西它本身的一個空間感 所創造出來的一種線條 然後它這裡面有很多元素 譬如說天空、草跟路 那它本身就創造出一個線條 這你取進去的時候 像這個應該就用廣角拍 就會拍出這種空間式、空感 再來的話就是去找觸感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東西它就是 就是牆面就是有顆粒 然後它本身就是石頭 那你有時候可能打個光 或是光聚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去拍它本身也會有一些美感 就是你要透過一個 你相機是比較客觀的東西 但是你又用主觀的方式去表達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是你可以在這個裡面去尋找 看世界的角度 再來就是你可以利用景深 也就是說像紅配綠、黃配藍 然後還有就是黑白 那這個都是叫補色 補色的話就很容易把東西給突顯出來 譬如說紙跟橘啊這個 像這個 這就是你拍這個東西聚焦 你對焦在這裡 那其他地方它就是整個閃掉 我相信這個可能應該是用單眼相機拍的 要不然就是 現在有一種東西叫類單 就是類似單眼的 它價格比較便宜 就是你也可以去調出單眼的效果 那再來這個的話就是利用線條 你看這個畫面裡面照理來說 這是一個天橋的一個 鐵櫃嘛 然後這邊有夜景 但是它就是利用了 比如說東西經過以後留下來的線條 它這個應該是快門就是放的很慢 然後所以它的光就會延續 然後又拍出其他這邊的光線 那麼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那麼我也給你講一次講 那麼這個當然是網站上弄下來的 這個叫 rule of thirds 就是三分之二的概念 就是你把你要的東西放在三分之二處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 就會叫做 創造一種空間感 就是說它 你如果把它擺在中間 假設是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就死了 可是如果你放在三分之二處 那當然這邊就是三分之二處 那就會有一個東西 那這邊也是 它放在這個地方 這就有一個 有一個空間的暗示效果 那這個的話呢 它是用 等於是用 線是在 就是它是用線 但是是在角 就是說角落的地方消失的線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消失在這 消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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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這種情況的話也是 這裡消失在這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消失在這 那麼這個它就會暗示出這個 其他空間 所以它就會給這個東西 有比較大的生命的感覺 那比如說 你比較容易生如其境 但是如果說 你是放在中間的話 就沒有一個動線的感覺 那麼再來的話就是 來利用什麼 就是S型 你看這有S型 這有S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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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會創造出一種美感 像女人的那個腰線啊 這些啊 都是很美的 都是有那個弧度 對不對 好 這是美的 小S大X 好再來就是 這個的話就是用很簡單的 一個就是不斷重複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都會有變化 所以你事實上 你去進照 某個很簡單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事實上 但如果說假設啊 這個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個石頭的話 也許就不會這麼好看 那如果這個全部都是一個 通通都是橘子的話 也許就不會這麼好看 那它就是說 大自然它去安排的時候 它自然會去安排一些美的東西 其實我們常常在拍美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仿效大自然而已 但是其實是在捕捉就是 就是大自然的美 而不是不一樣的 再來就是說這個是 利用這個所謂的這個幾何對稱 這個就譬如說 這邊有煙火 這邊也有一點煙火 但是它又不完完全全有對稱 有創造出一種美感 像比如說 人的臉一樣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臉 其實它左半邊 右半邊不一樣 但是它就是 有的人就是好看 但它一定不會是一模一樣 很難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利用那個 momentum movement into maturity of the frame 就是說 它等於是利用一種 嗯 它是利用像這個 譬如說這個大象這樣 前後的走動 它就創造出一種動線 這個也是創造出一種動線 有一種前後的感覺 那這個也會捕捉到一個 呃 就是當時的一個 那個 動作的延續 那再來這個的話就是 它在講說 用不同的這個 質感來去拼湊 譬如說像這個是雪地嘛 那這是樹 上面膠了雪 對不對 然後後面就是 好像有雪的山 那後面有雲 所以它一層一層的堆疊 像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不同的建築物 但是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 就是它可以不同的去組合 然後你就可以從這裡面找到一種 就是叫做 不規則的美感 再來這個的話就是 你使用那個 陰影的部分 像這個東西 其實這些地方黑黑的 什麼都看都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是 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東西 利用陰影來去襯托一個 它的 譬如說光影的美感啊 這些啊 那這邊的話也是 這個是利用那個 像是那個 霧 然後慢慢漸層 掉的感覺 所以這個有點像 山手花 對不對 OK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的話就利用倒影 這很簡單 很多人蠻喜歡拍這個的 剛開始 入門的時候 去找美麗的倒影 拍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利用那個 所謂的景深 Using depth of field Sguide view 就是說你用那個景深去 帶領人看到 你想要他看到的東西 就好比如說這後面 很多很多其他的 一個道士 那但你要 要呈現的是這個道士 那就等於用這個道士 然後後面又有其他的道士 就是把它凸顯出來 再來的話呢 就是利用 簡單的 就是 單一的東西 的重複 然後呢 去找出他的一個景深 比如說 好比 我們focus在這邊 但其他地方都模糊掉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東西 的某種美感 就好比說 這個是掛了一個蒜頭 好像一直掛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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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 可是你focus在這邊 後面其他的地方 就是會散掉 簡單是這樣說 那你如果用 光圈塊門的感光度 然後用那個單眼的話 其實是比較容易 達到這些效果 我們下次再繼續說這個部分 那當然 這有很多都是 傻瓜相機的構圖 有基本要素 那麼希望今天 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OK 好 拜拜 拜拜